我們剛才的做法 都是直接是針對一張照片或好幾張照片 我們自己的照片 然後直接就分享到FB 然後再去做任何動作 那如果今天我沒有圖片怎麼辦呢 我只是想要發一些文字訊息而已 那我要從哪裡開始發呢 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只是單純的文字訊息 你也可以直接從這裡 你剛本來在動態消息的情況之下 底下是不是有三排 那你可以直接點狀態 就可以直接發布一則訊息 可以打文字 但是在打文字的同時呢 比如說我隨便打一些文字 打了一些文字了 然後呢另外 這時候才突然我要加照片 沒關係就從底下這裡 相機這個就是加照片 一樣就回到剛才的照片 你可以去點 但是相機進去 有時候它的操作不一樣 像剛才我們如果要加好幾張照片 我們是不是 要點很久 然後它會打勾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操作不是這樣 像這個我現在進到FB的這個 它反而就不是這樣子 它反而是這樣 輕輕點一下 點一下 在這邊1 2 3 4 5 假設我要這5個 然後按完成 它這一次就進來5張 也是一樣 有的時候你要看喔 有的時候是你要按9一點 放開它才打勾 然後接下來後面只要點點點就可以了 但是有些情況是點一下 它就自然是打勾 或者是上面呈現了 選了1 2 3 所以各位可以多試試看 每一種方式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 來 這個比較不一樣的是 你可以先把你的照片 放成一個所謂的相簿 那個相簿 你可以替那個相簿 命一個名字 比如說呢 像我昨天在上了大雨嶺玩 我們那個活動叫做 中橫賞風之旅 那我就可以把所有照片 建立成一個相簿 你看我這邊可以 像我這邊就有建立相簿啦 那我這邊是可以用這樣子的 我不一定要發佈新訊息 我只要看到底下有這個圖案 我就可以先把它建成相簿 然後這裡按建立新相簿 然後你可以把相簿先取名字 然後再把那個什麼 那個地點也可以建立好 比如說我可以把相簿先取到 比如說我就寫 中山社大 然後可以做地點細部的描述 然後地點在哪裡也可以 好 建立 好 建立起來 那連同 你因為你現在在這篇裡面 他就把你剛才在這篇裡面的這個圖片 建到相簿裡面去 可以嗎 好 然後呢 那等於說 那個什麼 用相簿的好處就是說 你今天是同一種性質的活動都放在一起 OK 就比較不會閃著 所以如果你今天 那個你後來才發 後來還有發覺其他的照片 可以跟這個這個相簿合在一起的 你就把它再放進這些相簿就可以了 好 來各位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 從外部 來我先 從外部的話 你本來在動態消息 你可以用狀態去發布一則 當然你也可以另外再重新選照片 也可以發布訊息 另外 直接單純打卡也可以 假設你也沒有要打文字 也沒有要貼圖片 你只是覺得這個地方不錯 單純打一張卡 我也不想放照片 那你就可以直接找地標 貼上去 他就只是一則訊息說 你現在人在哪裡 這樣子 就這樣子而已 好 好這個比較簡單 這邊的比較簡單 我們先給各位看這個地方 這裡呢 剛剛有講過 這邊有一個是流訊息 流訊息 我們現在再來介紹這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叫地鼠嗎 還是叫什麼 來看這邊 有沒有一個小符號 閃電的 其實這個就是叫你用所謂的 剛剛我提到的 Messenger 那這個為什麼要那個 來 我們先暫時不下載 我先暫時不下載 假設呢 我發給其中一個人訊息 比如說像剛才 我先找到那個人 找到了你們其中一位 好 那就 我就發給 小姐 我就點他的名字 進到他這裡來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訊息 有個訊息 我可以點這個訊息 然後我給他發布 發布一個訊息 不過還不錯 他現在就強制你要那個 我現在先不要 我先稍後提醒 也就是我不下載 我還暫時不下載的專題 然後我就可以開始寫訊息給他了 對不起 我就隨便寫一些東西 隨便寫 好 然後呢 甚至也可以貼一個小圖案 這小圖示 這個圖示還蠻可愛的 我可以貼幾個圖示 我就傳送給他 有圖示跟文字 就是我有傳送出去了 然後呢 如果我有傳文字出去了之後 他就在中間就會出現 1啊2啊3啊這種 代表有幾則訊息 你就可以點這個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 我寄過去的訊息 可是 這個就 這個 就有點不貼心了 每次我一定要進到 FB 才知道有人可能送訊息給我 OK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現在點他了之後呢 剛才不是有出現 就是說希望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需要去下載那個訊息的 來 我重新點回來 沒關係 他 現在我就來跟各位講 就是說 要請各位去下載 我現在還沒裝啦 請各位到play商店 去下載那個Messenger 這個Messenger Me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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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剛才各位也可以不要再這樣用 因為剛才我已經按了那個什麼 有按了是說 稍後提醒 各位可以在FB 剛才FB進去之後 點中間這個訊息 各位可能會出現的就是說 建議各位怎麼下載 下載那個 那個東西 各位可以點那個下載 對 下載應用程式 各位就可以點那個下載應用程式 就直接進去了 那如果各位已經錯過剛才那個訊息 像我剛才錯過那個訊息 我可以直接到play商店 去搜尋Messenger 然後去把它安裝起來 好 所以現在請各位先 順便安裝這個Messenger 好不好 先安裝Messenger 距離 OK 好 5 0 7 8 5 谢谢大家